这绝对不是幸灾乐祸 但是我想请大家注意 这几天在美国的白宫里面 那个啪啪啪打脸的声音啊 简直让人睡不着觉 因为真的 这不仅是白宫的拜登总统被打脸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也被打脸 怎么说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在阿富汗 正在的进行的一场的人道的灾难 那在17号的时候 前美国副总统彭斯 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 他就说拜登政府啊 从阿富汗的撤退是灾难性的 这也是一个外交政策的耻辱 让美国在整个世界的舞台上 都感到尴尬 为什么说拜登被打脸呢 如果大家还记得 在七月份的时候 拜登曾经非常自信的宣称说 塔利班占领整个阿富汗的可能性 是非常的小的 也不会出现当年 从这个西贡美国大使馆的屋顶上 由直升飞机把人运走的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可是一个月 拜登他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不仅成为了一个可怕的现实 而且呢 发生在全世界的新闻媒体和众人的眼前 所以 黄斯达说拜登政府从阿富汗的灾难性撤退呢 真的是一次外交政策的耻辱 是美国自伊朗人质危机以来 所经历的任何的事情都没有这么严重 它让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感到尴尬 也让盟国怀疑美国的可靠性 也让敌人更有胆量来试探美国的决心 他同时还说 这次撤军撤得如此糟糕丢脸 他玷污了近20年 在阿富汗服役的美国人的记忆 当然 在这个副总统出面之前 这个前总统特朗普呢 他就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的主题非常鲜明 他就强烈呼吁拜登辞职 因为为什么 拜登在他眼中太无能 他不仅仅就是向这个新冠病毒投降 让新冠的病毒呢又卷土重来 现在呢 他又向塔利班投降 结果让塔利班很快的就占领了阿富汗 他就是问大家说 你有没有想我啊 假如我现在还是总统的话 能搞成这个样子吗 所以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说 在这个打脸的背后 我们是否看到了 美国的国力的下降 在这个帝国的坟场的失败 还有更多的地缘政治 可以让我们看到 在经历这一切以后 接下来美国要怎么做 这个话题其实说起来 我想经理是很激动的 我不晓得你怎么样 我昨天晚上大概新闻看多的点 实在晚上睡得不好 我睡觉向来都是很好 所以知道这个心中对所发生的事情的这样一个心痛 悲愤 挫折 愤怒 无法置信 甚至连祷告 觉得都好像没有办法 发书里面的这样一个情怀 确实是很通信 首先我们大家都还记得 还有一万五千名美国公民的同胞 还在那里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没有再论 刚过去的事 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令人无法相信的痛心的悲剧 无法相信的一个不入流的一个剧本 正在上演 所以现在当务时期 想尽办法把一万五千名在那里 形同人职 现在 塔利班政权当中的美国人 带回来 美国人在我们来美国的这几十年 众所周知是可以为了15个美国人职 这很棒 为了15个美国人职 会派出特种部队 全国瞩目 万众 全世界 交助 怎么样成功 而且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现在我们讲的是 那15个人职的一千倍 我们怎么样尽快的把他们搭救出来 我还没讲到 我们的盟友 那些已经开始在 被收家 收户 来屠杀的 帮助美国的盟 这些阿富汗盟友 我还没讲到这里 那我现在讲回 其实刚才少阳最后 讲到前任总统 我在这里 我觉得他的名字我都不提 原因很简单 过去20年 美国四任总统 从小布希到欧巴马 到特朗普 到现任白登 全都该被谴责 一起 都该被谴责 但我们今天的焦点 我不谈20年 就讲这最后11天 因为10天之间所发生的事情 你只要听听参谋联席会议的主席 用中文讲 就是参谋总长 General 四星上将 Mili 他说 没有任何迹象讯息 显示 阿富汗 政府会这样 以及神学士会这么强 这是video 这不是报道 我亲眼看见 亲耳听见他的video 然后呢 你再看看 白登在 ABC访问的时候 他说什么 你再对照一下 他前两三天 那度假回来的时候 先问他在说什么 第一个 他在这段时间 他竟然还去度假 度假的时候 没有听见 他说了什么 与他们怎么样 做出这样一个计划 这10天的时间 然后呢 在这个被访问的时候 他说 people are not being killed 他说人还没有被杀 第一句话 这个事情本身 就是充满了错误 第一个 我们很感恩 就是说 美国公民 还没有上失去姓名 但是难道 美国的盟友 这些阿富汗的人 他们不算人吗 所以实在说 我觉得从 不管你从领导 统预 管理 带领 你从策略 从执行 从白宫 到CIA情报局 到军方撤军 全部都是完全不及格 当然 我们现在事情还没做完 我想先讲到这里 从这个整个事情的发展 就发现 领导真的是需要有能力 一个国家面对那么多的事情 如果真的没有能力的话 很多事情都做不好 那之前我们 但是我其实是也是非常的悲痛 对这个事情 也是非常的失望 其实我一直都非常关注阿富汗 阿富汗是全世界迫害基督徒排第二的一个国家 你可以想象现在是会更加的严重 听说已经有很多基督徒就跑到山上去了 我不是太吃惊 说我们现任的这个总统政府他们的能力 我觉得他们在外交上是蛮弱的 但是我还是非常失望 但是我有点吃惊 就是在军事上也这么的弱 那不是说阿富汗撤军这个战略上有什么很大的错误 而是在这个战术上他们的判断 他们对这个阿富汗政府军的能力高估了 然后在眼看情况不对的时候 却没有办法能够做出一个很快的一个调整 这个是让人最吃惊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如果是如果是川普总统的话 他肯定会做一些调整的 所以不禁在怀疑我们的这个总统 他有多大的这个能力 在了解这些所有的情况在做决策 那其实你这次从这个策略看到说 其实前一段时间我还看到报道说 其实并不知道有多少美国人在那边 这个15000可能是一个古迹 到底具体多少人也不知道 那很显然那一些美军的翻译 或者是这个阿富汗政府里面 是支持美国人的这些阿富汗的人民 大家其实都没有准备的 完全没有准备的一个情况之下 忽然之间现在需要撤离 而且这些有些人能不能来撤离 能不能拿到这个身份Visa 这些东西都没有准备 那我觉得他们是知道 迟早 这个其实有很多报道 迟早政府已经守不住是知道的 那你也可以理解说 没办法预测说哪一天守不住 这也可以理解 但是感觉上好像很多需要做的事情 并没有一个计划 那刚才那个Jerry说 那个参谋长说没有任何的迹象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因为我看到一个报道说 其实有几十位的 在美国驻阿富汗的工作人员 好像是Embassy 他们联名签署 告诉国务卿说 他们认为很快 政府军就守不住了 那只不过这个迹象 可能没有被采纳 不能说完全没有迹象 只是他们在决策的时候 他们没有采纳这些的事情 所以真的 美国 其实不只是阿富汗了 你看在墨西哥的边境 也是没有处理得很好 以至于7月的时候 非法移民进到美国被逮捕的人数 是这么多年来的最高点 那其实本来的一些政策 让这些非法移民 会留在墨西哥 不会那么容易的进到美国的 这些政策没有被采纳了 所以真的 对这一届的美国政府 真是蛮失望的 我觉得我失望到一个地步 我真的就是 我觉得我要 就甚至为他们祷告 因为不管他们怎么样 他们所做出来的这些决定 真的是会影响到 很多人的这个生命 不只是美国人 还有 还有在阿富汗的这个阿富汗的人民 这次这个阿富汗的事件 真的是跌破了全世界人民的眼睛 所以呢 让这个美国呢 重新这个被世界质疑 关键的问题就是 被世界质疑 美国的能力到底是在哪里 不但是被自己的盟友质疑 也会被这个 美国的主要的这个对立方 现在中国和俄国在质疑 那么刚才苏生你讲的没错 就是说在战略上 美国确实是不应该再去阿富汗 长期占领那个地方 靠着自己纳税人的钱 去sustain那些一个 比较这个腐败的一个政府 然后他们的政府军呢 也没有任何这个作战力 也没有任何意愿 所以美国政府呢 不应该再继续为此买带 这个没有错 但是呢 在战术上确实是犯了错误 就是首先来讲 在时间点上选的时间是不对的 就是说应该说是 通常来讲塔利班的话 他们是到冬天的时候 是比较在休战状态 夏天是比较活跃的时候 你在夏天你选这个时候 紧急的这个撤出 没有任何backup了 所以造成现在的 我们看到这种 真的是这个非常被动的局面 但是呢 反观呢 我们看这个另外一方 那中国确实在中国的网民上 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欢呼 那认为呢 就是美国的败退 甚至在这个 这个这个阿富汗的这个 这个美国撤军的那天 塔利班攻克那个 那个阿富汗首都的那天 中国的电视台的节目单里 排了一个美国片 叫做一条回家的狗 其实就暗示这个美国的军队 要回家吧 其实有点讽刺 因为 但是呢 我在想这里边 中国可能是在想 是中国的网民也好 或者可能是想着填补这个真空 一个是美国的失败 一个是想填补这个真空 但是这一点呢 不仅仅是美国 中国网民的意愿 你看外交部的发言人 以及在此之前呢 王毅会见那个塔利班的二号人物 其实都是在布局 中国不会在里边去布军 但是呢 肯定是在经济利益上 尤其是一带一路 和这个 别忘记那个阿富汗 有很多稀土资源 中国是想在那儿 获得经济利益 所以这一点上 这个国际上已经有看法 那中国实际上自己 也在去往这个方向发展 尤其是现在阿富汗的政府 塔利班的新的政府 他如果运作的话 其实他被美国冻结他的资金 所以他可吃贝的几个 非常少 那这时候有可能中国 会这个雪中送炭 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中国 在这里边 我们不要去太乐观 因为阿富汗是一个帝国坟潮 中国不要轻易 踏入这个地方 已经阿富汗已经 折损了这个 这个前苏联 已经折损了美国这次撤军 那中国实际上想在经济上 获得利益 无疑也是火中取利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中国的国家利益上 实际上塔利班跟新疆 实际上他们是 他们是 至少在他们的信仰上来讲 和他们的关系上更近 那么也别忘记 最近在这个巴基斯坦发生的 针对于中国的建筑施工队的恐怖活动 实际上就是塔利班 在巴基斯坦的组织干的 所以呢 中国实际上就是说 不要在 在这个自己的经济利益 或者说为了反对美国 而把自己的正义感给忘记 所以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不是有一句笑话吗 说这一觉醒来就发现 就张文宏成了敌人 塔利班成了朋友 那么甚至更有最新的一些的报道 是把中国政府自己就比作塔利班 因为他就在质问说 这个台湾你要继续去依靠美国 靠得住吗 哪一天我要来攻占台湾的时候 你能够依靠美国来保卫你的家园吗 那为此的话 拜登还特别走出来说 这个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 这个台湾毕竟跟阿富汗不一样 那如果说要发生对台湾的武装侵略的话 美国会和其他盟友一起毫不犹豫的站出来 那么他至少在这一点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述 那如果我们把整个国家的政治 再回归到我们弯曲的情况来说 因为我是来自于弗利盟市 我就不得不提一下 在我们弗利盟市的阿富汗社区 因为根据人口普查显示 弗利盟市的阿富汗社区 实际上是阿富汗海外最大的侨民居居地 那么它的时间可以追溯到 在当年1970年代 苏联他侵略阿富汗过以后 逃出来的很多很多的难民 那么那实际上是第一批 从阿富汗逃到美国的难民 主要都是教育程度非常高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 那么但是在这之后 从整个80年代长达10年的反苏战争 包括90年代阿富汗又发生了 敌对民族之间长达10年的自相残杀 到后来的激进的塔利班的压迫 以及从20世纪初的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每一年阿富汗都在向世界各国家输出难民 那么哪怕是在卢旺达的危机 哪怕是在波斯尼亚的难民爆发等等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甚至是包括伊拉克的难民 离开他们国家的时候 都比不上在同一时间来海外各个国家的阿富汗难民 所以实际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真的是多灾多难 那么当我们在90年代末 第二批的难民来到我们福利盲市的话 那么这批的难民主要是来自于农村地区 很多是没有受过很多正规教育的阿富汗人 但是我们看到在电视上在机场 大家都挤在登机的梯上面 甚至我们看到有照片 说一架C-17的军用飞机 本来只能坐100多个人的 居然挤了800个人这样子的照片 真的是让我们心疼 也让我们本地的阿富汗的侨民非常的心疼 所以的话我们福利盲市作为有这么样的一个背景 我们就特别在一开始 在这个人道灾难开始的时候 就站出来呼吁说 我们呼吁大家都来帮助这些的阿富汗人 并且我们要关注在阿富汗的任何 针对妇女的侵犯 针对所有人权的侵犯 那么更是不仅在道义上 我们福利盲市政府就通过 福利盲家庭资源中心 英文叫做Fremont Family Resource Center 建立了一个阿富汗帮助基金 叫做Afghan Help Fund 那么就鼓励社区民众可以捐款捐物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有分批即将到达美国的这些的难民 他们很多投金套友 就会来到福利盲市 那么我们可以在当地的民众可以捐出爱心 来帮助他们 当然我发现在我在社交媒体当中 做了一些的推广的时候 绝大多数的民众都非常的支持 当然也有少数的民众抱怨说 哎呀又是难民 那你们这些当市长副市长的 干脆开放自己的家庭 让他们住进来吧 很可能其实他们就没有想到 对这些的政治难民和我们在一直讨论的南边边界的 那些的难民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即将逃出这个国家的这些的难民 他们并不是因为想要多赚点钱 他们是面临着他们生命的威胁 那么很多的妇女 他们在过去美军在阿富汗驻扎的时候 他们享受到了教育和就业 可是我们现在也看到说 当塔利班步步紧逼的时候 就已经发生了历史的倒退 那些妇女们 他们必须持职 必须穿上直露两个眼睛的罩袍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的威胁之下 他们跑到别的国家 去追求他们基本的权利 这实际上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接纳的 我甚至想到在六四发生以后 美国不是也敞开国门 接纳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学者 在这边定居下来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还是觉得说 这是一个我们社区 不管你是在什么时候来美国的华人 我们都应该献出我们的同情心和爱情 来帮助他们来安居 让他们不仅仅可以逃离那样的灾难 同时他们可以在这边 能够享受我们这边的人权的自由 Fremont这样子能够考虑到帮助人道 在阿富汗在Fremont 就如同Fremont在un sheltered resident 无家可归的这些街友 其实是一个非常正面的 也激发人心 鼓励爱心的一个社区行为 我觉得确实除了值得大家表示 认同赞扬 也希望能够激发一点爱心 美国的社会仍然在民间 有积蓄极多的资源 文明 爱 恨望 信仰的一段 我们当年来追寻美国梦的 第一代华人 直到今天中国在留学生来美国 一场排了一公里长 人心知道哪里的土地是最好 但是我们刚才也讲到国力的衰退 其实国力在这一方面来讲 美国的民间各方面 从科技都仍然是一样 不然我们为什么会讲到 疫苗全世界看不明不明 但是令人很痛心也不解的 就是这样一个领袖层级 大家看一看 因为领袖层级 方向的定夺 协调 执行能力 整合各部中间的动态修正 以及意志的坚定 我们有信仰的说是一个属灵坚定的信仰 难怪在 在二战的时候 那个时候 修吉尔对张伯伦 他对张伯伦说 你的选择是在 dishonor 羞辱 and war 战争 你在羞辱战争当中 你要选择 你选择了 羞辱 你 最后还是要有战争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 在这最后这个执行 而且还要把这 因为我们这个救 救回来的 救出来的人民 人质 美国公民 以及帮助美国的盟友 还有许多事情 仍然要忍辱负重 把这件事情做完 但是 国会参众两院 应该有的监督 应该要 要明白什么 不是之外 我觉得真的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为 美国 祈求上帝的赦典 然后 为现在还在这群 位置上的 这些位置的 这些领袖来祷告 不管我们情感上 有多么的奋勇 因为今天为止 这个堕 还是他们在场 因为很明显的 可以看得出来 中间 情报单位跟军事单位 一定是去写调 因为如果新闻都报告 告诉你 有这些许多的消息 为什么参谋总长 竟然说没有任何讯息 他是去度假了吗 还是他们当中不谈话 总统去度假的时候 难道其他的人 不能够做一些决定吗 中间修正 紧急 看着 他的榜 从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 到最终 大家看到那个图 桌子百分之七八十 还有不出一个月 最后不出一个礼拜 然后就结束了 这段时间 美国不是应该有 每天的一个国情 国安简报吗 然后 美国的这些 各样的这些新闻界 与民间和网络 这是网络事单 不是有很多讯息吗 所以你就开始会有点 在问一个该问的问题就是 不会协调失灵 这是怎么回事 当然很错综复杂 而且甚至上有该做的问题 但我觉得好像有人说 身体没有灵魂 就没有生命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 要重新回到 用祷告 用一个悔改 用一个检讨 检讨 我们需要一个修正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仍然有极强大的资源 但是我们也不能考虑资源 对吧 否则小小的 没有现代化 最精费的卡里巴 怎么把35万美国 花了这么多钱的正规军 11天就打败了 可见得光有资源是不行的 要有一个正 要有一个正确的精神 这个精神在祷告当中 我们请求神的一个带领 带领我们回到正确的回到 能够让在现在还在位置上 将来什么时候再换 是像参议院 像Fox News 要换人 要弹劾 要怎么样 我看不止一个人来的位 来 我们今天点一个单位 但在那个发生之前 还在位置上 要有我们真的是 希望能够开始整合团队 因为这场球上半场 打得一塌糊涂 但至少希望最后第四节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点点像美国的格局 说实在的 这个事情让我真的是 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起历史 我想可能是因为也是太沉重了 我就想到 这个阿富汗战争开始的时候 是因为911嘛 当时我不知道大家记得有个叫做 Donald Rumsfeld 当时的这个国防部长 他其实我那时候其实那911是发生在我结婚的前几天 因为这个我姐姐从纽约还还来不了啊 所以这个记忆非常深刻 当然我记得Donald Rumsfeld 当时讲了一句话 他说 we go with the president we have at the time 意思说我们军方是随时准备好去打这个仗 不管谁是总统 我们都可以做得很好 那今天就让我想起来了 这个我们刚才讲的 不只是这个总统在决策上的一个错误 你撤军的话 怎么把那个时间表都告诉别人 这让我想起这个我们古代不中国有很多这个著名的军事军事家吗 孙武啊孙兵什么的 兵不厌债啊 你怎么把你的计划都告诉别人呢 还有就是说呃兵无常行对吧 你不能说我要撤军了 那不管我地上发生什么事情 我照撤步 所以我在想说美国难道没有这个呃 很厉害的将军吗 没有没有很好的军事家吗 我真的有点这个怀念中国古代的那些 以少胜多啊这些这种战力啊 那这一次跟什么西共跟伊朗的那个什么人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美国就是占领的国家并没有打败 是主动的这个要要撤出来的时候的造成的一个问题啊 就基本上我觉得跟那些是没法比啊 所以这这个后面的这个呃这个需要检讨的东西就就更多了 但我希望真的能够有个很好的检讨啊 因为但是我们现在听到了很多的还是就是说啊 本来就是这样啊 就是没办法进去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可能刚开始啊就大家都有一个自动辩护的一个机制啊 但是我正是希望美国这个执政掌权的啊 他们能够好好的呃检讨 其实这个阿富汗战争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911 其实呢这个呃我们现在实际上在讲我们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这个政府实际上也在讲 就是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其实呢在目前来讲我们看到这个这个911之后 其实那时候的这个小布什也好 还是克林顿的末期也好 实际上都想把他的战略重点放在这个亚太地区 但是发生911情况发生逆转 所以美国的军力实际上是大部分就放在中东了 包括伊拉克战争还有阿富汗战争 那实际上这个之后呢 无形中这个让中国在这个机遇期快速的崛起 那再将国际上的环境全球化 中国获得了这个机会 所以呢这个美国实际上在这点上 他实际上也其实是想延续那个战略调整 当然后边的几期总统都想从中东撤军 但是因为各种事情ISIS或者什么都没有撤成 那这次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这个拜登政府呢 实际上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就是在他的任务 尽早的完成这个这个checkmark去撤军 实际上这等于是说美国 实际上从开始从中东地区军事着力 开始要向这个亚太地区转移 其实呢 这个事情呢真的是源于911 那么我们也看到呢 这个这个塔利班政府提出来一个要求 要求美国军队在911之前 就今年911之前完全撤离 所以可能带有一定的羞辱性 甚至中国的网民建议这个塔利班的这个新的建国日定在911 这个这个是绝对带有侮辱性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实际上想在这个911这件事情上 开始要给自己做一个这个这个直血的动作 开始要进行战略转移 那实际上现在就牵扯到亚太地区 那么美国下一步是怎么布局 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不会说跨伊特里 就是说我撤军呢 就是开始养伤了 开始养我的实力 他肯定会有进一步的布置 所以这点可以大家 我用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词 就是拭目以待 而且呢 现在呢 阿富汗的趋势呢 还在演变 那美国是不是重新开始 要进行这个这个轰炸或者什么 至少目前不会 因为他没有撤军 还没有完全撤他的侨民 那将来会不会 我们也真的是不知道 那实际上呢 我们后面呢 可能还有很多这个有关的节目 讨论这个话题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 这个西谷隆本镇 然后呢 订阅 然后按这个小铃铛 欢迎你们也是留言 我们愿意跟你们展开讨论 谢谢